2018年1月18日至19日 意大利佛罗伦萨迎来了今年法律和人权领域的首次盛大会议 此次会议由欧洲信仰自由联盟主办 主题为《欧洲法律与信仰自由艰辛的旅程》 会议探讨了如何通过法律手段 有效地保障欧洲各国外来移民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权利 旨在营造一个和平共处相互理解的社会环境 来自意大利、法国、丹麦、英格兰等欧洲国家的知名人权专家、宗教学者、法学家、律师等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意大利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也应邀参会 1月18日的会议分别由罗马智慧大学保罗纳索教授 以及意大利社会学家新兴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马西默·英特·罗维吉教授等人主持 针对欧洲信仰自由权的思想和法律障碍等问题进行讨论 目的是促进和捍卫欧洲各地的宗教和信仰自由 在19日的会议上 有宗教学者提出 一些国家关于宗教信仰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实施不一致 例如 中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 但这种权力的保障只是纸面上的 实际上 信仰权力几乎得不到保护 中国的全能神教会就属于这种情况 国际难民宗教自由观察站主席罗希塔女士 在其发言中指出 难民的问题不仅仅是自由的问题 怎样对待难民才是关键 全能神教会在中国受到中共政府的残酷迫害 一些基督徒被迫逃亡 他们所在的国家包括欧洲各国应该给其难民身份 罗希塔女士提出建议 欧洲各国应该有相应的合适的法律 来对待全能神教会的难民申请者 给予他们难民身份 如果保护不好 他们被遣返回国将会失去生命 对全能神教会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事实 主办方欧洲信仰自由联盟 希尔维奥卡尔佐拉里教授表示认同 他说 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是受到中共政府逼迫的 需要给予保护 需要帮助 虽然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谈论的 但是因为很多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受到了迫害 希望有更多的组织和机构来保护他们 会议结束之际 马西默英特罗维吉教授强调 宗教迫害这一现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历史的黑暗阶段 而是在世界各地出现的一种严重现象 从不容忍开始继续歧视 然后导致迫害 例如在俄罗斯和中国等地 人的基本权力遭到严重侵害 马西默英特罗维吉教授呼吁各界人士 关注全能神教会在欧洲国家的难民庇护问题 一些参会代表表示 欧洲信仰自由联盟举办此次会议很有意义 希望欧洲各国政府对会议中讨论的宗教迫害和难民保护问题予以重视 并保障逃亡到欧洲各国的宗教难民 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和信仰自由权利 真理之光记者同心合意意大利罗马报道